花蓮市原住民族12个部落丰联祭 在上个星期圆满落幕了 而26号登场的是 泰鲁阁族一年一度的感恩祭 族人以歌舞感谢祖林庇佑 恩赐丰收 市长魏嘉燕特别感谢族人团聚 共同为传承泰鲁阁族的传统而努力 继阿美族的部落丰联祭之后 花蓮市泰鲁阁族在8月26号 也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感恩祭活动 市长魏嘉燕特别出席 今天非常的开心 是我们的感恩祭 那刚刚也在跟我们子玄解说 他也告诉我 说我们年轻的孩子们 可能都在外地求学 甚至于工作了 导致于说可能现在的年轻的 我们的孩子们越来越少 那我们相信 未来能够想办法来解决 来克服这样的问题 那也希望说我们花蓮 会有更多更多的一个 不管是在求学或是就业的环境 能够更上一层楼 那今天是感恩祭 感谢我们的祖林的PO 让我们五股丰收 让我们狩猎都能顺利 我们希望说原住民的传统 大家不要忘记 感恩祭其实不是一个活动 而是我们原住民代代传承的一个 希望新火相传的一个活动 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记 我们原住民的一些 早期在开墾的 不管是我们的祖先们 或是我们现在的祈祷 非常的辛苦 最后也祝福我们所有 今天到场的祖人们 一切平安万事如意 感恩祭开始 特别由太鲁阁族 自治委员会的主委 铁辣游道 带领祖人进行祈福一式 接下来是热闹的迎宾 五位感恩祭揭开序幕 现场包括了先元魏家贤 陈美联还有世代会的主席李仲伟 都到场祝贺 其实每一年也谢谢 所有族人们能够集聚一起 来把我们族人们最重要的祭典 祭祀活动都能够来推动 那每一年每一年 经过大家的累积 都会有很好的成果 那再只要谢谢子玄 跟我们所有的事务署长 一起把族人们的文化传承下去 未来我在议会 你跟我们成名的议员 一起持续地 会探位我们族人的文化 也祝福大家 永远平安快乐 感恩祭的现场也展示了 具有太鲁阁足文化特色的 手工艺商品 还有农特产品 市长魏家燕表示 未来施工所会持续支持 原住民事务 以及举办相关的课程 也希望年轻的一代族人 能够踊跃回乡 让太鲁阁足的文化传统 霸扬光大 介入会幻市报道 永远平安 小说 谢谢大家